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 能够说出人体所需的六大类营养物质的名称 并分别说明各种营养物质的主要作用 列举出数种富含这种物质的食物 同时借助这节课我们所学习的知识 理解合理营养与均衡膳食的概念 并能对自己的日常饮食做出规划 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 进食是我们人类获得物质和能量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那么就好比说今天老师早餐吃了面包和牛奶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能够从我的早餐当中都获得哪些营养物质呢 根据咱们此前所学的知识 这些营养物质可以分为六大类 同学们还能正确地写出他们的名称吗 其中又有哪些营养物质能为人体提供能量 哪些营养物质不能提供能量呢 请同学们先暂停视频 在笔记本上完成作答 好同学们应该写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说能够为人体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 主要包括三类 分别是糖类 脂肪 以及蛋白质 因此我们在复习这三类营养物质的时候 要特别关注它能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这个特点 但是就提供能量这件事情而言 这三类物质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一定分别的 比如说糖类 我们说它是人体主要的能源物质 什么意思 我们一天当中人体所需要的能量 有一大部分都是由糖类物质提供的 那么它所提供的能量 可以占到人体每天生命活动 所需能量的60%到70% 而脂肪这类物质 我们把它称作备用的能源物质 什么意思呢 当这个人每天摄入的能量 超过他生命活动所需的那些能量的时候 那么多出来的这些能量就会有一部分被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 我们说这个人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会长胖 主要指的就是这样一个脂肪储存的过程 那储存起来的脂肪有什么用呢 我们说有的时候 这个人在需要能量的时候 却不能及时进食 比如说遭遇了自然灾害 没有办法吃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储存在他体内的脂肪 就会开始分解 释放出能量 满足这个人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这一部分能量 我们说这个人一段时间不吃东西 饿瘦了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脂肪消耗的过程 而蛋白质这类物质 请注意 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给人类提供能量 蛋白质是建造和修复我们身体的一种重要原料 因此我们说 现在在座的各位同学处于青春期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我们说要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这个就是在为我们的身体发育提供重要的原料 当然这些物质除了提供能量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作用 比如说储存在皮下的脂肪 还能有保暖缓冲这样的作用 我们会发现生活在一些比较寒冷地区的动物 比如说在北极生活的海豹 北极熊等等 皮下都会有大量的脂肪储存 这个是他们对抗严寒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而蛋白质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它是建造和修复身体的重要原料之外 在我们的体内还有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蛋白质 我们把它称作酶 在我们体内所发生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当中 有很多都是要依靠酶作为催化剂 才能够实现的 因此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把蛋白质称作生命活动的执行者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像是抗体还有一部分激素 它们的化学本质其实都是蛋白质 因此我们说蛋白质除了上述功能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功能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之外 我们还能够从食物当中获得哪些营养物质呢 相信同学们已经都把它们写出来了 这三类营养物质分别是水 不积盐和卫生素 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 不能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 但是请同学们注意 这些物质虽然不能提供能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就是可有可无的 相反这三类营养物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而言至关重要 比如说水 水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主要成分之一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女人是水做的 但是呢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不光女人是水做的 男人也不例外 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 水占据了他体重大约60%到70%的比例 如果这是一个婴幼儿 这个比例还要更高 咱们人体很多重要的生理生化反应 都是要在有水的环境中有水的参与下才能够进行的 同时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水又是一种重要的溶剂 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尿素这样的代谢废物都是要溶解在水中才能在我们的体内运输的 因此我们说每个人每天要喝足量的水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而无基岩和维生素这两类物质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 首先它们的分子都很小 其次我们每天对于无基岩和维生素的需求量也不高 二者对于我们来说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 如果我们的身体缺少某种无基岩或维生素的话 往往会患一些疾病 但是二者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请同学们注意 无基岩这类物质顾名思义这是无基物 而维生素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错的点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虽然它的分子很小 虽然它不能提供能量 但是它是有基物 在对知识进行复习的时候 分类是一种非常常用的方法 依据某一些特定的标准来给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分类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多组概念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 比如说刚刚我们就依据能否为人体提供能量 将营养物质分成了两大类 分别是能提供能量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 以及不能提供能量的水无基岩和维生素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还经常依据另外的一些标准 来给营养物质进行分类 包括它到底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 或者它到底是大分子还是小分子 那么请同学们先暂停视频完成作答 好 现在同学们应该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六类营养物质当中属于有机物的都有哪些呢 非常好 主要包括糖类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 属于无机物的只有水和无机盐 那么如果通过分子大小来进行分类的话 我们会发现大分子的营养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脂肪 还有请注意部分糖类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部分糖类呢 因为在我们初中生物学中 大家还会接触到一种糖叫做葡萄糖 这是一种分子比较小的有机物 那么除了葡萄糖之外 还有一类小分子有机物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刚刚咱们反复强调的维生素 维生素虽然属于有机物 但是它的分子量是比较小的 这是一个容易出错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还有一种分类方式 也会将营养物质分成部分糖类脂肪蛋白质 以及葡萄糖水无机盐维生素这样的两类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分法呢 其实这就是营养物质当中需要消化 才能被我们所利用的物质 还有不需要消化 直接就可以被人体所吸收的物质 这两类物质分别对应 我们所说的大分子与小分子的营养物质 这一点内容咱们在下节课会有比较详细的讲述 请同学们先做一下笔记 文章节的知识呢大多不难理解 但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同学们注意记忆和落实 那么其中可能同学们觉得不太好记的东西 就是各种维生素各种无机盐的功能以及缺乏症 那么现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格 请同学们呢先暂停视频 完成这个表格的填写 咱们在考试的时候最常考的就是维生素和无机盐缺乏时的症状 以及哪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补充这些营养物质 所以右侧的两列是同学们在填表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的内容 好请先暂停视频完成填写 好那么现在大家应该写的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通过表格给大家总结了咱们初中阶段比较常考察的维生素A B1 C和D 这四类维生素的主要功能及其缺乏症和主要事物来源 那么初中阶段我们对于维生素A的考察 主要体现在它对于我们的视觉以及上皮组织的影响上 比如说在缺乏症当中我们最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叫夜盲症 也就是说呢在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比如说呢晚上看不清楚东西 这就是夜盲症最主要的表现 除此之外呢干眼症啊皮肤干燥啊等等 这都和人的视觉或者上皮组织细胞有关 那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动物的肝脏 还有一些蛋类啊牛奶包括鱼肝油 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 但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点 咱们经常会在一些练习题中看到说 这种得了夜盲症的人要多吃胡萝卜 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但是请注意胡萝卜本身是不含有维生素A的 它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营养物质 我们的人体可以利用它来合成维生素A 这个地方可能需要同学们注意一下 维生素B1出容阶段 我们主要强调它和神经系统相关的功能 那么主要的缺乏症就是脚气病和神经炎 那么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一点 这个脚气病和咱们后面在传染病那个章节 可能会接触到的脚气 它不是一类疾病 脚气是由真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 而脚气病则是由于缺乏维生素B1 所导致的一种缺乏症 这个呢在近代的日本皇室当中 曾经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因为这些人呢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吃的都是非常精细的这种粮食 所以说呢导致他们的饮食当中缺乏了维生素B1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看它的主要食物来源 在我们的这个饮食当中 维生素B1主要是通过水稻啊小麦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穀物 它的种体重是比较富含维生素B1的 所以适当的吃一些全麦的食物 或者吃一些粗粮 这是可以很好的补充维生素B1的 那么维生素C呢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在咱们的课本上曾经提到了 这个维生素C和坏血病的关系 那么维生素C本身呢 也有另一个中文译名 叫做抗坏血酸 所以说呢 坏血病这个词 如果在体干中见到 一定要反映出来 这道题是要考维生素C了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当中 都是富含维生素C的 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 要多吃蔬菜水果 维生素D 它的功能和钙和磷的吸收有关 因此我们会发现 缺少维生素D和缺钙的症状 非常相似 一般都会体现在骨骼上面 比如说 这个青少年缺钙 容易导致的勾楼病 或者中老年人缺钙 容易引起的骨质疏松 都非常直接的反映在骨骼的异常上 那在日常饮食当中 这个蛋类牛奶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补钙的来源 那么关于维生素 这个地方强调几点 首先呢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了 维生素虽然是小分子 但它是有机物 是不能为人体提供能量的 我们每天对于维生素的需求量很少 但是由于维生素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所以一旦摄入不足 就会引起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那么维生素虽然我们说它很重要 但是它并不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主要成分 这个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无机岩需要去分开 关于无机岩的考察点和我们刚刚说的维生素非常相似 主要考察的也是缺乏症和失误来源 所以现在请同学们暂停视频 完成这个表格的填写 下面同学们应该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么这边给大家列出的主要是点铁钙连心 五类无机岩 它的一些缺乏症和失误来源 从考察频率来讲 前三类也就是铁点钙 这三类是我们比较常考的内容 因为什么呢 点元素 这个东西和一类重要的激素 叫做甲状线激素的合成密切相关 因此在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和内分泌系统联系起来去考大家 那么我们在记忆它的缺乏症的时候 也要和甲状线激素产生联系 它的缺乏症也是属于种类比较多的 比如说成年人缺点 容易患的是地方性甲状线种 也就是俗称的大脖子病 但是如果缺点的人是一个孕妇的话 不光会影响到他自己 还会影响到他的孩子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 由于从小可能还是胎儿的时期 就缺乏点元素的摄入 因此会影响到他的神经系统发育 那么这样的孩子就容易患呆小症 富含点元素的食物主要是一些海产品 比如说海带啊紫菜啊这些东西 因此我们说在之前交通非常不发达的时期 古代 咱们这种地方性甲状线种 一般都发生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 这就是因为他们很难从食物当中获得这种点元素的补充 而铁这种元素 它参与构成血红蛋白 和这个血液运载氧气的能力 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因此呢有的时候会和循环系统一起来考察大家 缺铁 那么这个人就容易患缺铁性贫血 表现出来的基本都是各个器官缺氧的这样一种症状 那么在食物当中 像猪肝啊菠菜啊等等都是富含铁元素的 钙元素我们刚刚说过了 它的缺乏症和缺少维生素D是非常相似的 儿童青少年缺钙容易患勾楼病 而中老年人缺钙则容易患骨质疏松 那么牛奶豆类鸡蛋 这都是非常好的补钙的食物 呃磷元素也是主要存在于骨骼和牙齿当中的 缺铃的人会表现出积物力和骨痛的症状 补鳞的食物呢和补钙有一点像啊 奶类蛋类那除此之外还有鱼类都是富含磷元素的食物 新元素它和我们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免疫功能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缺心的话人的味觉会发生障碍 那么整个人来说也会发育不良 而新元素主要存在于动物的肌肉当中 那么因此呢瘦肉是一个富含新元素的食物 除此之外动物的肝脏还有牡蛎 植物类食物中的豆类和花生等等都是富含新元素的 目前这个地方要强调一点和维生素不同 它是构成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物质 除此之外呢也会对我们的生长起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作用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合理膳食的问题 那么我们根据每天各类食物的需求量 将它归纳成一个膳食平衡宝塔 一般来说在我们一天的饮食当中 这种古薯类啊杂豆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 它的占比应该是最高的 其次是水果和蔬菜 那么肉类就要相对少一些 那么奶制品然后大豆坚果由于脂肪含量比较高 所以收入量要更低一点 那么少油少盐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 除此之外呢我们每天所获得的能量当中 早中晚餐的占比大约在30%40%30%这样的一个比例 因此不吃早餐并不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 总的来说我们在饮食的时候要注意 摄入的营养要全面要均衡 并且适度适量 任何一种好的东西 如果你摄入的过多 我们说这叫过有不及 对健康是有害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用一种概念图的方式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各类营养物质之间的关系 那么希望同学们回去仔细看一看 会对大家的复习有所帮助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复习营养物质的消化与吸收这一章节 在上一个课时中 我们已经复习了食物中都有哪些营养物质 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这些营养物质到底是如何进入人的细胞的 那么对于许多的营养物质而言 想要进入细胞主要要经过两个过程 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和吸收 消化这个过程主要是一个物质变化的过程 具体而言就是物质变小的过程 那么它又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变化的仅仅是这些食物的体积 也就是说从大块变成小块 从大颗粒变成小颗粒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仅仅是体积和形状发生了变化 并没有新物质的产生 因此我们说这样的变化属于物理变化 这种消化过程也被称之为物理性消化 那么除此之外 另一种消化形式 是使得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 在这个过程中有新物质产生 因此它是一种化学变化 我们将这种消化称作化学性消化 化学性消化一般都需要消化煤的参与 才能够进行 这两种消化类型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 物理性消化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促进化学性消化的进行 因为通过将食物由大块变成小块 可以增加食物与消化煤的接触面积 有利于化学性消化的进行 而吸收这个过程就不再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了 它更多的指的是营养物质的移动过程 那么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地方比较长考的两个考点 第一进行吸收这个过程主要的场所在哪里 这是我们复习之后必须要知道的内容 除此之外 能够进行吸收这一功能的结构 往往会具有很多与其功能相关的结构特征 那么这些特征都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要重点复习的内容 那么将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略做总结的话 就可以得到这节课的学习目标 其中难点主要在第二条 也就是食物消化和吸收的主要过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人的消化系统主要由消化道和消化线两部分构成 这两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应该多加注意 人的消化道是一根上下连通的管道 起点为口腔 中点为肛门 这是我们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的场所 而人的消化线顾名思义 这是一些线体 它的存在主要是为我们的食物消化提供条件的 大多数的消化线都可以产生并分泌消化液 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消化液里面是有消化酶的 这些消化液最终进入到消化道的某些特定的区域 并在消化道中起到一个消化食物的作用 这就是二者之间的联系 在复习这两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以下一些内容 第一正常情况下 人所吃进去的食物一直到它排出我们人体 它都应该存在于消化道内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进入消化线的 除此之外 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消化线是肝脏 肝脏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这个图中用绿色表示的结构 这是人的胆囊 胆囊具有暂时性的储存胆汁的功能 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分泌的 因此我们说胆囊并不是人的消化线 好 接下来我们按照食物在消化道中通过的顺序来梳理一下 消化道中食物所经历的一些变化 首先我们来讨论口腔这个结构 那么我们知道在口腔当中是存在一种消化线的 同学们还记得它是什么吗 非常好 就是唾液线 除了唾液线之外 口腔当中的牙齿和蛇也会参与消化吸收的过程 那么请同学们先暂停视频 自己完成这个表格 看看大家还能不能回忆起 在口腔当中所发生的消化与吸收过程 请先暂停视频完成做答 好 现在同学们应该填的差不多了 刚刚我们说到过 这个消化线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分泌消化液 唾液线也不例外 它所分泌的消化液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唾液 其中还有一种消化酶 同学们还记得叫什么吗 非常好 叫做唾液淀粉酶 这样的一种消化酶 可以使得一部分淀粉被分解成麦芽糖 那么与此同时 口腔中的牙齿可以将食物切断或者磨碎 这样一来可以增大食物与唾液之间的接触面积 同时蛇的搅拌作用 也可以使得唾液和食物混合的更加均匀 因此我们说牙齿和蛇 它们在消化功能上起的作用 其实都是尽量使得我们的消化液 也就是唾液 与口腔中的食物充分混匀 这样一来就有利于化学性消化的进行 而口腔当中的吸收功能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我们几乎可以将它忽略不计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口腔中并非所有的淀粉都会分解成麦芽糖 恰恰相反只有一小部分的淀粉会发生分解 而这个麦芽糖依旧是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的 分子比较大的营养物质 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消化 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涂解的方式来反映一下发生在口腔当中的消化过程 比如说现在我这里有这样一块食物 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咱们的六类营养物质都有 那么在经过了口腔之后 我说由于口腔中进行了一定的消化 那么我们说在它离开口腔的时候 营养成分变成了这个样子 同学们看一看图 我这样的写法是不是正确的呢 非常好啊 相信大部分同学都能看出来 这个写法是有问题的 刚刚我们强调过 在口腔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淀粉会被分解 因此它的正确写法是这个样子的 经过了口腔的分解作用的话 这个淀粉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发生分解的 依旧以淀粉的形式继续存在 那么随后这个食物会沿着食道继续向下运动 那么食道基本上是没有消化和吸收功能的 因此我们说 在它通过食道进入到胃之前的这个阶段 也就是当这个食物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成分依旧是这些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 好那么接下来呢 食物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了 胃当中也是有一种消化线存在的 同学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非常好 就是我们说的胃线 那么除了胃线之外 我们说胃壁当中有很多的肌肉组织 那么这些肌肉组织在食物的消化过程中也是要起到一定作用的 现在请同学们先暂停视频完成这个表格的填写 好那么现在同学们应该已经完成作答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胃线和我们刚才说的唾液线一样都属于消化线 那么消化线的主要功能 哎呦是什么来着还记得吗 非常好就是分泌消化液 胃线可以分泌的消化液就被称作胃液 里面同样是具有消化酶的 这种消化酶被称作胃蛋白酶 可以将蛋白质初步分解为多碳 那么胃壁当中的肌肉组织通过收缩和舒张 可以使胃产生蠕动 这样一种蠕动可以去研磨胃中的食物 使食物与胃液充分混匀 那么这样一来 哎我们说就可以增加胃液和食物的接触面积 有利于化学性消化的进行 那么与口腔存在一定差异的事 我们需要注意啊 胃是有一定的吸收功能的 可以吸收一部分的水 无机盐以及酒精 我们说有一些研究表明 经常喝酒的人患胃部 一些疾病的这样的概率就会上升 所以我们说啊 未成年人千万不要饮酒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和口腔一样 在胃中也只是有一部分的蛋白质被分解为多态 并非所有的蛋白质都发生了分解 而这个多态和麦芽糖一样 依旧是不能被人体所吸收的营养物质 那么除此之外 刚刚我们强调了 胃中会有一部分的水无机盐和酒精被吸收 那么和前一条一样 都是只有一部分的水无机盐和酒精 可以被吸收 并非全部 那么除了这两功能之外呢 胃还有一定的储存食物的功能 因此啊 我们说当这个食物经过了胃中的消化和吸收之后 那么现在它里面的成分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不对呢 相信同学们都能看出来这是不对的 它都错在什么地方 第一它认为所有的蛋白质都被分解了 第二它认为所有的水无机盐都被吸收了 这个答案就有问题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当食物通过了胃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小肠当中 那么小肠当中也是有消化线的 同学们还记得它的名称吗 非常好 就是肠腺肠腺呢 也是可以分泌消化液的 它所分泌的消化液被称作肠液 里面有分解很多种营养物质时 所需要用的酶 那么除此之外 小肠在起始阶段 也就是十二指肠这个地方 会通过一些导管与其他的消化线相连 这些消化线所分泌的消化液 会通过导管进入到小肠当中 因此我们说小肠是整个消化道中 所包含消化液种类最多的一个阶段 那么其中包括的消化液 除了它自己分泌的肠液之外 还有胆汁移液等等 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完成这个表格 来梳理一下小肠中消化液的相关知识 好 还是请同学们先暂停视频 完成作答 好 现在同学们应该写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来整理一下 分泌这些消化液的具体器官 首先胆汁是由哪个器官分泌的 同学们还记得吗 非常好 这是由肝脏分泌的 那么一叶则是由一线分泌的 肠液刚刚说过 是小肠自己分泌的 在这几类消化液当中 尤其需要注意的 就是胆汁这种消化液 一方面是因为它消化液的名称 和分泌它的消化线的名称差别很大 另一方面在于胆汁 是我们初中阶段能接触到的 唯一一类不含有消化酶的 这样的一种消化液 而肠液和胰液比较相似的一点 在于它们其中都含有大量的消化酶 因此我们说胆汁在起作用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一种化学性消化 而是使得比较大块的脂肪颗粒 变成比较小的脂肪威力 这一步被称作乳化作用 其中并没有新的物质产生 脂肪威力从化学本质的角度上来讲 依旧是脂肪 那么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我们用牙齿 把食物嚼碎的过程 因此这是一步物理性消化 而肠液和胰液中含有大量的消化酶 它们是可以真正的进行化学性消化的 例如糖类物质 无论是淀粉还是麦芽糖 最终会被分解成葡萄糖 蛋白质和多态最终被分解成氨基酸 脂肪则最终被分解成了甘油和脂肪酸 刚刚我们提到过 胰液和胆汁 都是在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开始进入到小肠的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结构放大来看 就是这样的 就是像图中显示的这样 我们说胆汁由肝脏产生 首先会进入到胆囊中储存一段时间 最后通过一个导管进入到小肠当中 而胰线它所产生的胰液 也会通过一根导管 最终也进入到小肠当中 因此我们说小肠是这个消化道当中 含有消化液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经过了小肠当中 这么多消化液的消化功能 我们说这个食物最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小肠中这个食物 各种成分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糖类最终被分解成了葡萄糖 蛋白质分解成了氨基酸 脂肪则分解成了甘油和脂肪酸 以及食物中原本的维生素水和物济盐 这些营养物质 就是可以被人体吸收 被人体利用的营养物质了 我们知道小肠这个器官除了消化功能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吸收营养物质 这边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是小肠的一个结构图 那么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经过消化之后的这些营养物质 还有水 无激烟和卫生素 这样本身就是小分子的营养物质 都是主要在小肠当中被人体吸收的 那么小肠有很多与吸收功能相适应的结构特点 其中有三条结构特点 都可以增大小肠的吸收面积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结构 那么请同学们暂停视频 用一点时间 自己试着把这个表格填写完整 好 现在请暂停视频 好 同学们应该写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写对了没有 那么可以增大吸收面积的结构特点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小肠的长度非常的长 那么一个成年人的小肠长度 可能会有五到七米的长度 那么这也是我们整个消化道中 长度最大的一个结构 那么小肠不仅长 而且它的内表面 大家可以从图中看出是凹凸不平的 那么这样的一些环状的褶状 我们把它称作皱壁 而皱壁的表面也并不是光滑的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会发现皱壁上分布着很多纸状的凸起 我们将这种结构称作小肠绒毛 那么小肠的长度很长 内表面有皱壁 皱壁上还有绒毛 这三个特点加在一起就给了小肠非常大的内表面积 这样的一种比较大的表面积可以极大的增加于小肠腔内食物的接触面积 这是有利于吸收功能的进行的 除此之外 这种比较长的长度 还使得食物可以在小肠中停留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这个特征其实对于消化和吸收两种功能来讲都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 我们说小肠绒毛的这个绒毛壁非常非常的薄 薄到只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 而通过右边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绒毛腔内还有非常丰富的毛细血管 这样的一个结构特征有利于营养物质迅速的穿过小肠绒毛壁 进入到绒毛腔中 并且呢可以进入到这些毛细血管当中 那么之前我们在讲新授课的时候 大家都学过循环系统的重要功能 这些营养物质只有进入到了血液当中 才能随着血液在我们全身各处运输 最终被送到需要这些营养物质的各个细胞 那么关于小肠这个结构 我们需要注意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我们说小肠既是人体执行消化功能的主要器官 也是执行吸收功能的主要器官 第二刚刚我们提到过 在人的消化道内 小肠是含有消化液最多的器官 无论从总量还是从种类来讲都是这样 当食物通过小肠之后呢就会进入到大肠 那么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在大肠中有没有消化线存在呢 非常好 同学们应该都记住了 大肠当中呢是没有消化线的 因此我们一般认为大肠基本上是没有消化功能的 但是和小肠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大肠也是有周壁的 那么有周壁就给了大肠更大的内表面积 因此我们说它是有一定的吸收功能的 但是与小肠不同的是 大肠的周壁上是没有绒毛的 而且长度也明显短于小肠 那么这两个结果特征就告诉我们大肠并不是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器官 它能吸收的主要是一部分没有被小肠吸收的无极岩维生素和水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图表的形式吧 来总结一下消化与吸收的过程 首先呢食物来到我们的口腔之后 在这个地方主要发生的是消化而不是吸收 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 一部分淀粉会被消化成麦芽糖 随后食物沿着食道来到胃中 我们说胃呢既有消化功能也有吸收功能 消化功能体现在在胃蛋白酶的作用下 一部分蛋白质会被分解为多态 吸收功能主要体现在胃可以吸收一部分的水 无极岩和酒精 而当食物来到小肠当中 我们刚刚说到小肠是人体执行消化与吸收 这两个功能最主要的场所 那么其中含有非常多种类的消化液和消化酶 蛋白质多态等会被分解成氨基酸 淀粉麦芽糖等会被分解成葡萄糖 而脂肪则被分解为甘油和脂肪酸 这些经过消化的小分子燃料物质和原本就是小分子的水 无极岩维生素都是主要在小肠当中被吸收的 而大肠我们认为它基本是没有消化功能的 但是可以吸收一部分的水 无极岩和维生素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